好,各位团队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 習題4-3的第9題 這一題給他一個讚就好 這個題目,我們一起看一下文字的迅速 他說,海面上有一個聯絡 他發現,海面上有一艘船 這艘船的位置 剛好在這兩個雙曲線的交點上 那這個交點呢,我們令他叫做P點 然後他又跟你說囉 這時候這一艘船呢 他位在第一項線 所以這個P點呢 他是這兩個雙曲線在第一項線的交點 那這個題目他要問什麼 他問說,請問這個船的位置坐標 其實他就是要求這個P點坐標 對不對? 老師,你看懂整個題目嗎? 這個題目我們把它翻譯一下 就是說,給你兩個雙曲線 這兩個雙曲線呢 在第一項線有一個交點P 那請問P點的坐標是什麼? 對不對? 那要解這個P點坐標 同學這個題目只有一個站 這怎麼解? 這很簡單嘛 我們列這個叫第幾次? 這個叫第一次? 這個叫第二次? 我們解決力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可以試著把這兩個式子怎麼樣? 相加 來,同學 第一次加第二次喔 你看喔 加起來之後 這負y平方 這負y平方 加起來是不是就沒有了? 那x平方減掉2分之x平方 所以從這邊我們會發現 它會變成2分之x平方 會等於1加1是多少? 2啊 你看這一題是不是結束了? 好,那這裡我們發現 x的平方會等於4對不對? 好 x平方會等於4 那請問你 你的x要取2 還是取負2 還是都可以 當然要取2 為什麼? 因為這個題目講說 這個P點在第幾項線? 在第一項線 第一項線 x一定是正的 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好,那這一題我想就結束了 所以x平方等於4 我們把它帶回去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y平方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3 對不對? 啊,y平方等於3 小學,那這個y 我們當然就取正 來,叫做根號3 對不對? 好,y應該是正負根號3 但是因為在第一項線 y就是根號3 OK 那這個題目 來,結束 P點的周標就是多少? 2 根號3 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這樣結束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一題就談到